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是什么 今天那个韩叔叔让我给韩娜带来了两份礼物 这第一份礼物呢 因为韩叔叔知道韩娜最喜欢就是小熊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小熊是一个笑脸 他希望韩娜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快乐地生活下去 能够去参加高考 能够好好的 好好的生活下去 然后另外就是在我们去之后 然后韩叔叔交给我们的一封信 但是在拆开这封信之前呢 我希望韩娜能够先看一段视频 这也是叔叔所希望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把视频打开 在接到韩娜的告白愿望之后 我们来到河北济州准备向韩叔叔发出告白邀请 可是在韩娜家我们并未找到韩叔叔的踪影 通过邻居我们才知道 韩叔叔因为突然病发疼痛男人 重度昏迷而被他们送到了医院 最后我们立即赶往了当地的医院 他说不行 我不知道 他说你们来了 我才知道我去给赢了 他可能也不能忘了 我给他赢了 对 他就说 他把我找我去 我把我找我去 我把我找我去 我真的不知道他去 我确定他说不要够 我说不行了 等他弄完了结果的时候 我说不行了 我希望之后 希望后凌迷法护的孩子 他带过来了 他太小了 我一直没说 我远远去 我放不着花 我真的不行了 我说叫我恨了 谢谢你 叫我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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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